这两年美国动辄就批评中国,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从前任防长埃斯珀首次提出该概念。 到去年的安克雷棋峰会,美国一直在这么不厌其烦地强调,试图给我们贴上谋逆的标签。 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这种污蔑便又更加频繁,更加颠倒是非了。 3月中旬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破坏了大国不能欺负小国的国际秩序基本规则。 中国人听闻后人都给整麻了,越南战争,利比亚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全是别人在欺负美国。 接着就在前两天,美军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米利也套出来了,他告诉美国国会议员,世界政变得越发不稳定,发生重大国际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并未减少。 而这一切皆是因为中俄想改变当前国际秩序所致。 俄乌战争是我在美军服役42年以来,对欧洲乃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 中俄这两大军事强国,打算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秩序的规则,美国正处于非常关键和历史性的地缘战略拐点,我们需要采取清醒的战略。 美国频繁提及我们于颠覆现行的国际秩序,既是一种污蔑,也是一种令人难以察觉的斗争应谋。 主要目的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把中俄套入两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角色。 东西方文化虽然打相径庭,但都有一个共同点,推崇以史为鉴,尤其喜欢通过历史的脉络,来参考眼下事物的发展轨迹。 如果你去看一些国际政治学者,或国际安全论坛的讲话便会发现,一战和二战的出境率非常高。 而众所周知,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兆,均是以德国破坏现行国际秩序为标志。 当然不只是德国,还有日本。 一战结束后,世界形成了以凡尔三、华盛顿体系,为核心的新国际秩序。 其构成内容包括,美英日法用于和平瓜分西太平洋利益的四国公约,欧美列强用于和平瓜分在华利益的九国公约,旨在限制各国海军军备发展的五国公约。 还有华盛顿海军条约,以及为大国合法攫取全球利益,并提供矛盾协调平台的劣强性政治工具国际联盟。 假如把国际组织比作一张大望,那么网络上的各个节点,就相当于各个国家,而各种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则是将点与点户相连成一片的脉络,脉络破坏了,网也就不存在了。 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地区,九国公约被破坏。 1933年,日本推出国际联盟,华盛顿体系开始瓦解。 1935年,日本全国掀起兴建大吨卫战监的浪潮,华盛顿海军条约名存失望。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清华战争。 两年后德国闪计波兰、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解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两次世界大战前期,几乎如出一辙的剧本,难免会给人留下这样一种教训。 破坏国际秩序的国家,一定会发起侵略战争。 因为他们觉得国际秩序不利于他们,必须要用武力打破。 现在美国又频繁指责中俄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不外乎是想利用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留下的阴影。 在无形之中把我们和俄罗斯套入德国的角色,从而让我们为国际形势的恶化。 乃至于将来可能爆发的战争担责。 如此一来,美国以前那些危险的过激举动, 如军机军检闯入南海, 较唆乌克兰挑衅俄罗斯, 非法制裁伊朗等等,都能被合理化与合法化了。 如果中俄不破坏国际秩序,就不会有打压,更不会有产生这一系列恶性事件。 因此即便美国是各种恶性事件爆发的因, 但国的责任却在中俄身上。 说白了,美国正在把那些臭不可闻, 甚至于反人类的打压手段。 习白城阻止中俄破坏国际秩序, 维护世界和平的争议之举。 俄乌战争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但凡价值观正确的人都应该明白。 乌克兰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 一是美国罔顾承诺力主北约东阔的锅, 二是在乌克兰境内干一些针对俄罗斯的勾当, 比如收集斯拉夫人种的基因样本搞深化研究。 而美国对外宣传的逻辑却是, 我正是因为知道俄罗斯会入侵乌克兰, 所以才又给乌克兰武器资金, 又推动它加入北约。 你看俄罗斯他真动手了, 不正好说明我做这些事有多高瞻远瞩吗? 这样的宣传逻辑, 再配合上西方强大的舆论霸权,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不论以后美国做再多过分的事情, 就算是主动挑起战争, 那些生活在西方宣传机器突渡下的人, 也会觉得这是为他们好, 这是为世界和平好。 千万不要觉得我是在威严耸听, 不查事件应该都有所耳闻了吧。 美国仅仅动用了点阴谋, 再加媒体的煽风点火, 就煽动起欧洲与俄罗斯更大规模的对抗, 可见宣传领域的一级认知战的重要性。 第二是用所谓规规则的国际秩序, 拉拢其他国家对抗中俄。 中国和俄罗斯对于全球智力模式的主张是和平共处, 不干涉内政, 摒弃霸权, 建设多边主义。 国与国之间不论实力大小都是同等的, 每个国家均享有独立自主的发展权利。 我们这套价值观符合数量占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 但并不符合发达国家和一些追求地区强权国家的利益。 而这些国家恰恰又是美国拉拢的对象, 比如印度, 首先不管印度的政治立场是青美或是青俄, 有一点事实无法改变。 即清德里只要不放弃传统的地缘政治扩张理念, 那么中国给印度造成的压力将随着时间的推延越来越大。 在路权结构上, 青藏高原居高零下的优势和巴基斯坦恶手的开波尔山口, 令印度深感如简悬顶。 在海权结构上, 印度洋承载着中国三分之二的进出口航线, 是中国的相关利益诉求区。 所以在激进派看来, 我们的海军必然会在具备远洋作战实力后, 常驻印度洋以维护航道安全。 这同样与印度所追求的印度洋是印度的印度洋相违背了。 地缘政治扩张的本质是什么? 赤裸裸的霸权主义。 俄罗斯和中国的全球治理模式反对的正是这个。 所以有些印度人觉得, 你不让他搞扩张和霸权, 等于要他命, 还不如跟着美国人混。 至少美国那套所谓的国际秩序, 只在乎你是否对它有利用价值。 这套理论不止适合印度, 同样适合依附于美国霸权的发达国家。 简单点讲, 美国指责中国破坏国际秩序, 也是说给他那群盟友们听的。 由简入奢益, 由奢入简难。 以来伸手饭来张口, 大鱼大肉的日子过久了。 谁愿意吃炕燕菜, 因此维护美国所谓的国际秩序。 即使维护你们交涉隐益的生活, 反之准备过苦日子吧。 如何砸碎美国的阴谋呢? 破局的关键在于怎样戳破? 美国所谓的国际秩序, 等于全球公认的国际秩序。 中国外交部曾经说过, 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 那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只有一套规则, 那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 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美国没有资格单方面定义国际关系, 更没有资格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捍卫自身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联合国的宗旨是什么? 维持世界各地和平, 发展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 帮助各国共同努力, 改善贫困人民的生活, 战胜饥饿, 疾病和扫除文盲, 并鼓励尊重彼此的权利和自由, 成为协调各国行动, 实现上述目标的中心。 从这个方面来看, 美国才是哪个破坏国际秩序的国家。 要果联合国发起伊拉克战争, 破坏国际秩序的政治基础, 危害世界和平。 对华经贸战, 科技战, 破坏国际秩序的经济基础, 危害世界经济。 对出各项军控条约, 大理搞战术核武器, 破坏国际秩序的安全基础, 危害世界世界安全形势, 在南美搞掏路带, 收割他们的国有资产, 致使多国命不聊生, 穷困潦倒, 多次发起粮食战争, 引发饥饿, 疾病横行第三世界, 毫不讳言, 二战结束至今的七十多年里, 行逆时, 为非作歹, 祸害人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